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妈妈的食谱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鲜榨橙汁的做法和保存方法 每次觉得每榨一次果汁就得洗一次果汁机很麻烦 所以我都会榨多一点 然后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想喝鲜橙汁时再解冻 超级方便的 首先,我们这里准备了14个橙子 一个大约240克 可以榨大约1.8至2公升的橙汁 我们先将橙子切成一半 再切四半 用手将橙子的皮和肉分开 这是我最常剥橙子皮的方法 可以很轻松的将果肉和果皮分离 橙子剥好后我们就启动原汁机 将橙子肉放入原汁机中榨汁 这里建议大家用原汁机炸 原汁机就叫慢磨果汁机 采用低速螺旋技术来挤压果汁 与传统炸汁机不同 这种螺旋挤压方式原理类 类似于用手将毛巾里的水挤出来 过程中不升温 水果中的细胞结构也不会被破坏 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果汁的口感 炸出来的果汁不易氧化 不易分层 营养保留更完整 鲜榨橙汁当然是既榨既喝最好 但是如果大家和我一样有点懒 最好的保存方式就是冷冻保存 这样做不但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和时间 自己炸的鲜橙汁也比外面买的更好喝 零添加更健康 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将鲜橙汁分成小份后 放入可冷冻密封玻璃瓶中 放入冰箱内冷藏或冷冻保存 鲜橙汁冷藏可保存大约24至72小时 冷冻一般可保存数个月 建议大家尽快把鲜橙汁喝完 果汁中的营养和味道会随着时间渐渐流失 我一般只存7瓶 一瓶大约200毫升 然后一两星期内喝完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订阅分享留言按赞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